看能淘点什么东西吧 这个设招要广一些 肯定了 姜摊 小瑞兽 太师少保 这就是太师少保 我许在直播间 8000元买的东西 卖了300万 啊 所以说什么时候都会有 就是看别人的肉汁水瓶 这么屌的吧 这个冰没漂亮 气氧 换法都不错 对对对 对了咱买吧 这一对大雅斋风格的是 很OK的全品的 这叫向尔从视频 这就很OK的 开 大雅斋的风格 只要是个真大雅斋 这对从屏就腻了天了 我去 这是真大雅斋 不是 是官邀大雅斋 哦 那就无敌了 那相当厉害了 你拆出来这些 啥也不是 啥也不是 拆了一堆的快递 朋友那边呢 才从国外到了四项 我拆了四项 四项快递还没有一拖吧 一大堆东西 就看上了一只这个 一只魏瓷的罐子 其他的我都没拿 咱们不管是自己做回流的朋友 还是说是我经常买一些回流商手里的东西的朋友 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 国外的这个价格是要倒挂的 有一些东西确实比国内价还高 没有办法 这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咱这是题外话 我们来看这件东西 四氏同堂 的一个魏瓷的罐子 我们来看款 OK 大清康熙年日 六四款 再双圈 这种东西叫魏瓷 什么是魏瓷 它是僵胎 也就是说它这个胎土 是讨喜过之后呢 非常细腻的一种胎 就跟有人给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摊肩柳 你知道吗 那层熄面 用那个东西做出来的这个磁态 所以它很轻 魏瓷非常的轻 开比较薄 魏瓷很少 魏瓷非常的少 魏瓷火字旁一个魏聚的魏瓷 非常的少 它是从明代晚期开始创伤 康熙时期流行一阵子 一直延续到晚清 魏瓷的价格 一般都要比普通瓷系的价格要高 因为它确实少 它是讨喜过后的这种态度做成的 然后魏瓷有个特点是会开片 开一种细碎的小冰片 然后比较轻 比较轻 好吧 我们把这个镜头转过来 大家细细的去看一下 这一件魏瓷的这个罐子 到底是什么样子 OK 好 我们把这个镜头转过来 我们看一下 看 画的呢 是四十同堂 然后呢 我的朋友认为是乾隆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让我看啊 我觉得应该到不了乾隆 应该就是个到光左右的东西 为什么第一 狮子的画法不太乾隆 第二呢 它的这个底胎跟底右的这种感觉 并不让我觉得是乾隆 好吧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一点 他认为这个是乾隆的理由 就是他说 只要你看这种黑胎 上面有这种黑色的胎 刷的这种黑色的护胎柚 你见这种东西 它就是乾隆 如果是那种 就我前面有个那个小的那个鼻炎虎 也是那个童子练功的那种小鼻子 这么大一点点的那个啊 那种就是颜色比较发浅 没有这种黑色护胎柚的 他说那个一般都在顽清 当然这是他的理论 我判断东西是否辛劳 我可以学你的 你的理论我听 可是我有我自己判断的方式 我主要是根据画片 这个画片的感觉不像是这个 尤其这个狮子 大家知道我喜欢玩卫兽 这个狮子并没有 让我觉得它是乾隆时期的狮子 我们知道乾隆时期的狮子头很大 在一个特别像咱们广东武士的那种狮子 它看起来很吸引 这个狮子还是我个人认为偏晚一些 就是道光 我觉得是道光所有的狮子 当然很多朋友说 一看到这种大清康西年制这种寄托款 它就一定是晚清 不一定啊 这种寄托款轻中期也会做 也会做只是少 小康防老康是最多的 但是不是说是其他年代 它就不防老康 对吧 不是这么个意思 好吧 好就好在什么呢 这东西原配的盖子 我们知道十罐 九枚盖 十个罐子 九个都没盖 太正常了 可是这个罐子 它有盖子 而且它还很特殊 它是一个卫子原配盖子 你们看 对吧 一个狮子 两个狮子 三个狮子 四个狮子 对吧 四式同堂 对吧 狮子滚绣球 好狮在后头 浴液非常好 满满的都是这种云气纹 非常的喜庆 一个全品的 为此的四式同堂的罐子 我们再把这个底胎跟款看一下 你看这种底胎的这种光泽 对吧 很凝润 款写的那也很周正 就是它说的这种黑色的胎 有护胎有的胎 就是这么个东西 但是我判断是根据画片去判断的 因为一个时期一种绘画的风格 这种东西大体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 你说修胎这种东西吧 也有 但是判断件东西一定综合来判断 如果说它这种修胎 然后它的这个画的这个狮子一看 这就是乾隆的狮子 那我肯定认为它是个乾隆 可是个人认为这种狮子的画法 还是偏道光一些 所以说即使它认为这种胎是乾隆的胎 可是有一项 往后 我们就把它往后点 这就是我断代的一个理论依据 就是它在老的前提下 它所有的点 比如说五个点 四个点都指向乾隆 但是一个点指向道光 我就认为它是道光 我不会认为它是乾隆 我就是这么短代 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保守一些 不会出什么大气 好吧 我是天元 然后我会定期分享一些自己收藏的一些藏品 以及自己收藏藏品的一些经过 还有一些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